好久沒有跟大家見面,歡迎收看香港爬道 這裡是我的小基地,我有一個地方自己養我的寵物 好久沒有拍片了,今集我會講非洲牛蛙 未講非洲牛蛙之前,讓大家看看我的新T恤,今天才到的 漂亮嗎? 這是一個蜘蛛,南寶石華麗雨林的T恤 有一天我用Facebook,不是幫人賣廣告 我用Facebook,看到有T恤的東西走出來,一些廣告 我覺得很漂亮,很漂亮 我就給錢買了,就這樣 在外國寄過來 我們今天講...啊,放屁呀,非洲牛蛙 今天講非洲牛蛙,很多時候我們養非洲牛蛙 非洲牛蛙,我們覺得非洲牛蛙其實都差不多 綠色,大大隻,很多苦瓜紋 但其實當我們去挑選一些非洲牛蛙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不是一隻一樣的,都有幾個地方給你選擇 其實有很多細節的 我們今天就集中講公的非洲牛蛙 因為公的非洲牛蛙,這樣說 養得非洲牛蛙的人通常都想說 我想要一隻很大隻很大隻的牛蛙養在家裡 主要就是尺寸,二來就是覺得它的樣子很可愛 非洲牛蛙的樣子其實很可愛 多數人就喜歡養公的非洲牛蛙 因為非洲牛蛙跟其他青蛙很可愛 分別倒轉 平時的青蛙,公是小於那 但是非洲牛蛙,公是大於那很多 通常如果大家一起嬰兒養大之後 那些那去到四吋,它會很慢 即是身長到四吋,小小隻 好像月餅一樣,它就開始很慢 公就會繼續去去去大 有些去到超過九吋,即是很大隻 好像我手頭上的這隻,這隻都養了一段時間 這隻就接近九吋,或者超過九吋一點 是一隻很大隻的非洲牛蛙 這隻是公 公的有什麼特徵呢? 第一,去到這麼大就一定是公 牠就去不到這麼大 第二,你看牠的前手就很壯的 很壯的 很粗的 比起牠來講,就差很遠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牠的底部 腳底、下巴的位置是鮮黃色的 牠通常就是一些 Cream白色的 好像一些米白色的牠 所以很多時候人家養非洲牛蛙 就喜歡養公多於喜歡牠 但其實牠也很有趣,小小姐 樣子就差不多了 好,接下來我們會講些什麼 其實 非洲牛蛙有很多不同的特點 嘩,瘀了屎在我的手上 瘀了屎在我的手上,我不知道 我先洗手,頂不住 我先洗手再回來 好,再見 洗完手了,瘀了很多屎 第二,瘀了整個地都是屎 不過也好,瘀了在地上 幫牠收拾了 待會就不用幫牠換水了 那麼,非洲牛蛙呢 看起來好像每個都不同 其實我們剛才說 會有很多細節 很多特徵 其實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就是看頭型 這是最重要的 當你去買一隻 寶寶仔就沒得說了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 很多時候要大了一點 你才會發覺這件事 就是頭的大小 很多時候 有些非洲牛蛙 就有些叫大頭 有些是尖頭小一點 頭小的 就不關你的身形事 不關你的身形事 頭大就不關身形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左手邊 這裡有一隻 非洲牛蛙 這裡 右手邊有一隻 非洲牛蛙 大家除了一件事 就是這隻比較淺色 這隻比較淺色 這隻比較深色 這隻比較好深色 除了顏色之外 就是頭型 想給大家看 在我右手邊 這隻 雖然大隻很多 重身很多 但是 其實你看看 它的頭 其實它的頭是小的 它的頭相比這隻 是小的 叫啊 不舒服 是小的 這隻 雖然它的身形 沒有剛才那隻那麼大 但其實你看到 它的頭骨 整個頭型 是很大的 這個是一個大的大頭 那個是一個 細頭少少的非洲牛蛙 它們都是同一個品種 但是它們 我不知道是否在不同地區 正成 因為我上網看 有些外國就說 在非洲引入那些 有時候頭小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 在美國繁殖的那些 那條血系 那些頭又大一點 全部的頭很大的 那就不要理它 因為我都不太清楚這件事 總而言之 就有分大頭和小頭 通常來說 大頭就比較多人喜歡 因為剛才說 養得非洲牛蛙 都是你想要有大大隻的牛蛙 那些大頭的那些 就顯得樣子好像 傻一點 可愛一點 好 那就頭型了 第二樣東西 就是苦瓜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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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背脊 起坑這些 就是非洲牛蛙有的東西 背脊的花紋 就是那個那個形狀 那些苦瓜紋 我們就叫做 那些苦瓜紋 就很出的 好像這一隻 就很出的 一坑一坑 它不算最出的那隻 有些是很高的 去到很高的 那這隻就叫做明顯 但是未去到很高的那隻 那有些苦瓜紋 就比較順滑的 就像這一隻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剛剛阿倩的 這隻 它的苦瓜紋 就很順的 大家看一下 這隻比較深色 這隻 它那個比較順一點 就不起坑 它依然都是有少少 粒粒粒粒的樣子 但是很順的 那些苦瓜紋 不會起了釘 這就是它背脊的苦瓜紋 那第三樣東西 我們看看頭的大小 苦瓜紋 第三樣東西就是顏色 顏色有分深色和淺色 那這隻就是一隻很深色 剛才大家看到 很深色的非洲牛蛙 那另外一隻 就相對淺色很多 淺色很多 那深淺色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很多人都個人喜好 那第四樣東西 講完這件事就是 第四樣東西 它們背脊有些白點的 有些 有些非洲牛蛙 後面有很多白點 那另外一些 就完全是一隻色 一個白點都沒有 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件事就是 第五樣東西 第五樣東西就是 講公的非洲牛蛙 剛才所講下巴 加拉底下面 都會有比較多黃色 有些甚至乎是橙橙紅紅的色 很漂亮的 越多我覺得就越漂亮 見仁見智 當然 這一隻就是一隻 很橙紅的 黃色很厲害的底 來的 非洲牛蛙 這一隻公 這一隻公就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隻公 頭又大 那如果你問我 我其實跟很多人一樣 喜歡一隻公的非洲牛蛙 是怎樣的 頭大 背部的坑紋要夠厲害 有沒有白點就沒什麼所謂 有些整隻綠色 綠色又漂亮 淺色又漂亮 有八點那些都很漂亮 有八點多的那些 也是很漂亮的 那 那 苦瓜紋要厲害 下面如果對比 夠橙夠黃 夠西綠的那些 那就真是很漂亮 那 那 這些就是見仁見智的 我自己就覺得 這樣為之一隻很漂亮的非洲牛蛙 但是 其實我覺得一隻都很漂亮 好 今集就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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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łaściwie wali 謝謝 你